我米饼念多了 二十多年了 我喝这个水喝了 现在好像能吃饭了 干净是现在不痛 这个鼻豆盐都得了二十多年了 怎么都治不好 我就喝这个太岁水 喝了一个多月呢 哎 有点缓解 过来了我这个睡觉就比以前强了 男子在野外意外识得太岁 不料专家文言后大惊失色 直言道 你们一家真是福大命大 这天 马先生来到了自己时常会溜达的公园当中 这个公园属于半人工半自然 空气宜人 在这里锻炼成为了马先生的日常 这天 马先生身体感觉不错 走得比平时远了许多 然而本来阴沉的天 突然出现了太阳 热度升高 马先生逐渐感觉到体力不值 他随身携带着水壶 想着找个阴凉地暂时修整一下 喝一些水 顺便避一避太阳再往回走 可是走了一劫以后 马先生发现 周围连一个休息的凉亭都没有 就在这个时候 他看到了道路旁有一棵大树 这里也是一个遮阳的好地方 而且 他远远地便看到 在大树下有一块大石头 能够坐下稍微休息一会 很快 马先生就走到了大树下 然而 就在他准备坐在石头上的时候 一个初溜 马先生竟然坐了个人养马翻 原来他所看到的石头 根本就不是什么石头 而是一个软绵绵 滑溜溜黏乎乎的东西 马先生对此有些诧异 很快 他就试探性地摸了摸 这个奇怪的结晶体 看着像是石头 但是摸起来有点像是果冻 还有点像硅胶 这让他十分好奇 抱起来颠了颠重量 发现这个东西不是特别重 看起来如此怪异 老马心中泛起了嘀咕 他确信 这个东西不太像是有主之物 老马只好坐在地下休息了一会 随即便将其装入到了 自己的手提背包当中带回了家 回家以后 老马先是将其清洗了一番 走了十多公里健身 老马浑身疲惫 将清洗干净的 如同硅胶一般的东西 顺势就浸泡在了一个小水盆当中 然而让老马震惊的是 第二天他发现 这个硅胶类的东西 竟然长得跟水盆一样大 一样饱满了 昨天晚上放的时候 自己还清楚地记着 这个东西要比水盆小一圈多的距离 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我没比面多了 二十多年 我喝这个水喝 现在我吃干了 单解是现在不痛 这个鼻豆盐都得了二十多年了 怎么都治不好 我就喝这个太岁水 喝了一个多月 有点缓解 过来了我这个睡觉就比以前强了 男子意外获得太岁 全家顽疾得到缓解 专家闻言 你们一家真是福大命大 很快 老马就将这个宝贝转移到了一个大水缸当中 在儿子的帮助下 老马对宝贝进行了一番查询后发现 这个东西 似乎有点像是古籍当中记载的 能够包治百病的太岁 老马对此半信半疑 毕竟谁也没见过 真的太岁是什么样的 而老马在仔细核对网上描述和资料后 却又此物的真假深信不疑 很快 老马就开始尝试着用太岁泡水喝 也就是在初次尝试后 老马发现自己的鼻炎竟然意外得到了缓解 本来每天晚上自己都要用药助眠 不料今天却感觉没有那么难受 难道说 这个太岁水真的有神奇功效 古籍记载 太岁乃是疗愈伤病的神药 为了验证药效 老马连续饮用了几天泡太岁的水 效果很是明显 老马的母亲患有胃病 多来年受到折磨 老马便开始让老母亲也饮用太岁泡过的水 母亲发现自己的胃病症状也减轻了不少 在真的验证其为太岁之后 老马便将能治愈疾病的事情 告诉了自己周边的亲戚 一传十十传百 很快 老马有太岁的事情 许多人都知道了 有人除了上门讨要太岁水之外 还有人提出想要高价收购 不过老马对此表示了拒绝 毕竟有这样的神药 再多的钱也没有用啊 很快 当地有专家知道了这件事 他们主动上门为老马进行检测 教授来看后表示 这的确是个太岁 然而 却不是这么来使用的 太岁泡水是有着极大隐患的 在野外土壤中生长 往往会混杂大量病菌 不经过专业处理 一旦有致病病菌进入人体 后果不堪设想 好在并未酿出大祸 老马一家真是幸运 而太岁 之所以能够起到缓解身体疾病的作用 与其组成有着巨大关联 太岁当中 有着大量蛋白质和核酸 这些 就是提高人体免疫力的关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